山藤丸 原名加拿大进口号,后来隶属英国。 1937年由日本山下汽船诸事会社买下,改名山藤丸。 二战期间被征召为日军运输船。 1942年,山藤丸与澎湖六尺礁误处暗礁沉没。 另一说法为遭美国潜水艇集沉。 2010年,沉船遗址在澎湖六尺礁附近被发现,位于水深约9到52公尺。 调查工作相当困难,船身断裂成三段,船底板、船体骨架清晰可见。 发现的遗物以船体零件为主,大多为海洋生物覆盖。 山藤丸的发现具有日本近代船博士学术研究的价值。